今天的主題是Visual Arts 視覺藝術 咦?這幾幅畫很有Feel 是你畫的? 那當然不是啦 是我的朋友送給我的 這麼多幅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幅Oil Painting 油畫 這幅畫最大的特色就是兩邊不同色系的對比 你留意下左手邊和右手邊整體上分別用了什麼不同的Color呢? 嗯...左手邊的楓樹和街燈就以Yellow和Orange為主要的顏色 右手邊的車路就多用Purple和Blue 沒錯!左手邊主要的Orange和Yellow都屬於暖色系 在英文我們可以形容Color為Bright和Warm 比較光亮和和暖 右手邊的Blue和Purple屬於冷色系 英文可以形容為Cool 所以整幅畫在顏色上就會有一種Warm和Cool的對比了 對呀!你說起Color呢? 兩邊樹木的用色都有很大分別 左邊的樹用了幾種不同的Light Colors 淺色 包括Light Orange和Light Yellow 右手邊的樹就只用了Black一種顏色 屬於Dark Color 就在整幅畫裡形成了一種Light和Dark的對比了 對呀!其實除了Color之外 左右兩邊還有不同類型的Line線條 左邊的是燈柱 以Strange Line直線為主 右邊用了很多Curve Line曲線 看來很瘦弱的樹木有一個強弱的對比 哇!原來畫畫都可以有這麼多技巧的 咦!這幅Sketch、素描都好漂亮喔! 哈哈!這幅Sketch就是我畫的了! 我試著畫一些不同的Texture出來 蛤!什麼是Texture呀? Texture是中文就叫基里 即是觀賞者對畫作物理的感覺 例如素描中的木盒和木櫃就畫了很多線條 令它看起來比較粗糙一點 我們就可以說 Texture很Loft 相反 長壁白色一片 看起來很光滑 就可以說 The texture of the wall seems smooth 其實除了Oil Painting 還有Sketch之外 還有其他用了不同顏料的畫的 例如這一幅用了Poster Colors 廣告彩的小溪 還有Color Pencils 木顏色畫的蘋果 那我可不可以要一幅呢? 當然可以啦! 我們忘了 有一個 扮性 我們忘了